仁爱医疗基金会 由蒙特利公园医院的执行长做代表 捐赠4万6千元美金 要共同照顾社区儿童的牙齿健康 据统计可能超过25%的小朋友 都无法看得到牙医 这次有机会得到这一笔Grain 我们可以善用这一笔上款 来协助我们购买一些特别的机器 蛀牙是美国儿童最常见的牙科疾病 但却有四分之一的孩子 一年内都无法做检查甚至是治疗 同为NGO团体和此剂有相同的目标 要缩短医疗资源的差距 我们的病人也提到他们的医疗 但我们Dr.Dang也是他们 订阅的医疗 所以有非常深远的历史 这笔善款在一年内 将能够帮助250位低收入家庭的儿童 提供更完整的牙科服务 大爱新闻高明哲 前美珍美国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